这是一段广东割头案的真实影响 一名男子在网吧睡觉却惨遭割头 然而当警察找到凶手后 却拿凶手没办法 这起血案发生在2017年的广东东莞 网吧 大部分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都去过 里面经常会有通宵的人 在东莞的一家网吧 大约在凌晨一点左右的时候 大多数网吧的顾客也都已经昏昏沉沉 处在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里 小吴便在这其中 他是个喜欢通宵玩游戏的年轻人 此时的小吴靠在旋转座椅上 进入了短暂的睡眠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一身黑戴着黑色鸭舌帽 以及口罩和墨镜的一个男子 站在网吧门口犹豫了一会儿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似乎是在确认什么 随后这名男子就缓步走进了网吧中 进入网吧后 男子在里头看了一圈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熟睡的小吴身上 这名男子轻轻地走到了小吴的背后 然后从大衣内掏出了一把长刀 男子举起刀 对准小吴的颈部 连砍了八刀 小吴在男子砍的低下就醒了 本能地用手捂住了脖子上的伤口 到根本抑制不住冒出的血液 凶手收起刀 没有丝毫地停留 迅速逃离了现场 事发过程非常快 行凶也只不过短短几秒的时间 这突如其来的暴力行为 让在场的网管和其他人都震惊了 网管在帮顾客点餐回头之际 就看见凶手已经跑了出去 网管立马追出去 但还是被凶手跑掉了 他重新返回网吧的时候 小吴已经躺在血泊中 一动不动了 周围的顾客都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一时间慌作一团 网管见此立马报了警 救护车也紧随其后赶来了 经过医生的鉴定 小吴已经因为伤势过重 当场死亡了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名男子是谁 他又为何如此猖狂 竟然敢当中行凶呢 男子在网吧当中行凶 然而面对凶手 警方却拿他毫无办法 黑衣男子在网吧内当中行凶 残忍将小吴割头 警方根据线索 很快就将凶手捉拿归案 原本以为这起案件能够顺理结案 却没想到一张鉴定书 让警方也拿这个凶手 却毫无办法 在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警方立马赶到了现场 看到小吴的那瞬间 就连办案多年的警察都不忍直视 到底是什么样的凶手 居然如此猖狂 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警方迅速封锁现场 随后根据网吧 以及周围街道上的监控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凶手 并且确定了凶手王某的位置 王某被发现的时候 他正在附近的一家出租屋里边 像没事人一样休息 整个抓捕过程 连警方都感到非常意外的顺利 王某甚至没有丝毫的反抗 被戴上手铐后 跟着警察就离开了 坐在审讯室内 王某的表情全程都非常的冷漠 警方问他为什么要杀害小吴 两人之间是否有过节的时候 王某一脸平静地摇了摇头 他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小吴 杀人动机也很简单 那就是自己想杀人了 所以就到附近的网吧里寻找目标 恰好睡觉的小吴 自然也就成了他刀下的亡魂 王某的这番言论 让警方感到十分困惑 在随后的审问中 警方发现 王某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 往往令人摸不清头脑 而且他的眼神也是来回的扫视 情绪上也非常的不稳定 如此反常的举动 让警方有所怀疑 随即警方便安排给王某 做了一个精神鉴定 通过专业的分析和鉴定 结果显示 王某居然患有精神分裂症 这个鉴定结果 让警方对于王某也是没有办法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 如果精神病患者 在作案时处于正常的状态下 那么也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但是如果精神病患者 在不能辨认 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的状况下 所犯下的罪行 是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而根据对王某的精神鉴定 王某在案发时 正是处在不能辨认 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 所以王某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可这显然对被害人小吴不公平 他只是在网吧睡了一觉而已 却因此搭上了自己的姓名 更何况还是被割头而死的 难道说年纪轻轻的小吴 就这样白死了吗 那究竟谁能对这件事情负责呢 现在你对这个赔偿的问题你怎么看啊 我没错 现在我太麻了 你小孩杀死了一个人哦 你这个赔偿的问题你怎么处理啊 对受害人家属那里怎么处理啊 如果他犯了错了 你们就把它处理就行了 我不知道 你作为他的父亲 他又会有心神分裂症 你必要不要对他进行一个监管呢 现在我不知道了 他去哪里就送哪里了 你们都自己管了 你作为一个父亲 你对你的小孩都不管你的吗 哦 不理 受害人家属无法接受 一纸诉状将凶手家属和网吧告上法庭 凶手王某虽然被捕 却因为患有精神病而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这让被害人小吴的家属感到十分崩溃 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亲人惨死 却没有人为此负责 小吴的姐姐一怒之下 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 虽然王某的精神鉴定结果 给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提供了方向 但小吴的家人对这个结果却感到无法接受 小吴的家人认为 王某的行为明显就是有预谋 而且非常冷静的行凶案件 怎么能判定王某无罪呢 特别是小吴的姐姐 她对于王某行凶前的准备 以及逃跑后的行为表示深深的怀疑 她认为这些行为是不符合一个 完全失去理智的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 鉴定结果和王某的病例记录表明 她确实在精神上存在严重的问题 小吴的家属无奈之下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可她的内心还是充满了疑问和不平 难道王某就可以完全免除她的责任吗 小吴的命难道就这样白白结束了 而王某父母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的反应 更让人生气 事发后 法院联系到王某的父母 希望他们能关于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协商一下 可王某的父母一听却不乐意了 并且表示王某自己犯错 该怎么处理就处理王某行了 反正王某是个精神病 你们想怎么样怎么样 如此冷漠的态度 令法院的工作人员都感到难以理解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王某的监护人 小吴的家属在得知王某一家人的态度之后 感到十分愤怒 自己的亲人惨死在他们儿子手中 可他们却对此不闻不问 甚至都不愿意出面调解 小吴的姐姐无可奈何之下 便将王某的父母和网吧负责人 一并告上了法庭 小吴的姐姐对于王某的父母缺乏监护 感到十分愤怒 在明知道王某病情的情况下 却不多加监管 才让王某有机会出去犯下了这样的罪行 对于王八 小吴的姐姐认为 王八的安全管理存在严重的漏洞 王八作为公共场所 应该有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责任 很显然 王八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够 最终这起案件 在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审理期间 详细讨论了王某父母的监护责任 王八的公共安全责任 以及精神病患者的社会保护问题 法院也特别强调 家庭在精神病患者治疗和监护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可或缺 最终 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判决 王某的父母 因为未能尽到监护的责任 需要向受害者赔偿107万元 而王八因为没能充分提供安全措施 被判处向受害者家属赔偿21万元 虽然这起案件结束了 可是却引起了全社会 对这类事件的思考 引起更多人的警觉 对这类事件的思考